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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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想了一会儿 3比2 三位觉得有可能成功 两位觉得不可能 刚才六日你觉得是OK的 对不对 你觉得会成功 为什么 目前在中国其实 电子支付已经非常的盛行了 那虽然说它没有办法 完全的取代实体的线潮 但是相对来说 DCEP如果在这个时候 推出的话 虽然说还有第三方 支付机构存在 但是因为它是有中央政府做背书的 所以你其实很难想象 它未来是不是会以竞争或是合作方式 逐渐进入这个市场 OK 波芳如你当时举 你觉得不太可能 我觉得就是因为过去的5到10年 中国在这个无现金的社会 现在13 14亿人 其实都已经不用现金了 真的 然后使用支付宝跟微信支付 这样子的第三方支付 也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所以它现在也面临了一个成功者 过去有一个包袱在背上了 所以反而现在是 这个DCEP跟这个人民银行 要来推动这件事情 反而是碰到了两层结构 跟三层结构的一个主案 怎么叫两层结构呢 第一个是 我们有跟中央银行常常打交道吗 我们都常常是跟我们这些 商业银行打交道吗 不管是我们要贷款 或者是要存款 那第二个是我刚刚提到的 第三方支付 在大陆已经是非常成功的 支付宝嘛 这个微信支付这些等等 所以现在人行要跳过 这个两层结构跟三层结构 来让所有人 直接跟这个人民银行打交道 其实它已经有一个 这个障碍跟困难点在这边了 所以如果以后我都使用DCEP 然后都不用跟商业银行打交道吗 我们不用来贷款吗 我们不用来存款 不用拧利息吗 不用买理财的基金跟产品吗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腾讯跟阿里巴巴 作为这个大陆的 这个两强的科技巨头 也是市值最高的两个网络公司 它已经让这么多人 习惯的使用支付宝跟微信支付了 所以我认为没有那么快容易成功 你觉得民间的力量会反对 但这个中国不就人行力量就够大了吗 对啊 而且我比较站在 就是说它可能会成型的一个态度 是因为你知道 刚刚方如有提到支付宝 其实你在中国 现在你的人民币现钞几乎用不到 有一次我下了上海下了浦东机场 然后要进到这个西招宾馆去 那我进不去 为什么 因为我身上带的是人民币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还得拜托人家说 我钱给你 然后呢 你用你的支付宝 然后帮我去充值 储值我的那个票卡 因为我想说 我有票卡我就可以用啊 好 可是为什么现在它已经从 完全的支付宝 就是说现金它已经不太需要了 真的我的旧超在那边 到现在都用不完 对 就是旧超你现在用不到嘛 那现在呢 我已经完全在支付宝底下 不管是存款或消费 甚至呢 包括他们这次的纾困 然后纾困也打到 从微信 然后打到支付宝 可是呢 它因为现在全部通通都是线上支付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要深等 或是我因为某些的战略需要 因为中美贸易战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贸易战 跟现在的生物战 它背后就是货币战 那货币战 它要打掉谁的地位 它打掉美元啊 所以打掉美元的地位的话 这个部分中国一定会做 因为它现在连人都监控了 现在每个人进出到哪里 有一个APP 绿色APP 所以我人都监控了 我要监控钱 那就是用虚拟货币来监控 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我相信它一定会做 而且呢 它还会带动 跟中国一块的 像北韩这种共产世界 我们一起做 我们一起脱离美国 脱离老美的控制 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 所以货币战 它的监控性更强 所以这个中国做每个动作 应该都有它的意义的 这背后的野心跟动机 异军怎么看 我没办法 那么武断说它会不会成功 可是我觉得短期之内 它的困难度是极高的 其实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就有很多讨论 包括就是说 这个研究的起头是周小川 他在六年前 2014就开始研究 就提出这个idea 那慕长春他们就弄了 这个数字货币研究所 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其实他们几乎是同一天 他们就开始 coar down 开始冷静下来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只是前期试行 我们还没有landing 我们还没有落地 我们还没有开始在进行 他也怕民间把民族气温带进来 民粹带进来 所以他也特别去讲到 这里面的困难度 更何况现在只有四个区域 再加上一个冬季奥运的 两个场地 所以这个其实他们在很早期的 事情阶段 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其实在建制人类里面的 一些高层的人 也有一样的反思 就是说技术能量不足 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 在技术上做海量的 这个及时的分析跟操作 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底层的这个 底层的这个基础建设也还不足 所以他们的监管等等的 也都还不行 那第三个就是 他们这个国际的协调的方面 他们也省思到 你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跟北韩 伊朗 这些国家可能 反美帝这些国家 可能有未来 或说一带一路的国家 有一个未来性 可是第一个 这些国家 现在我们也看出 他们有些裂痕在了 第二个就是说 一带一路 现在也是哭到一阵子 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运行的关系 这些国家未来的 这个数位货币的 这个strategy 策略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人心各异 所以他们这是谁讲的 是银联的董事长 叫邵福军 他特别在这个 中国金融事实人论坛里面 讲到这个省思 他在报告里面 他点到说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容易 乐观 你的想做 但技术面上够不上 而且他们还提到 就是说三年 百分之三十 五年 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 三当五当 都还很久 所以这个 但是要做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 方向是很明确 方向是明确 可是我要提醒 就是说 中国现在的债务问题 能够三当五当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交叉的impact 那为什么 他们现在提这个东西出来 就是说 我觉得跟两会的因素 是有关的 因为现在十三五 这个收关已经不行了 再加上一带一路就卡到了 所以在整个执政团队里面 他们要亮出一些好牌出来 包括这个数字货币 包括这个 之前谈那个中国 标准2035 今天还有一个 十年大西部的计划 你就是亮出来 给大家看到亮点 对 我觉得他们 大内宣 他们里面的大内宣 最近很多事情 都在做大内宣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 是有相关性的 OK 好 不过也代表说 这个还是有一段时间 可能这个各国怎么一边 大家都还有一些机会来准备 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要做 其实蛮大条的 这个到底大家最关心 就是数位人民币 跟大家说非常熟悉 另外一个这个比特币 这两个差别 到底是在哪里 我们请六六 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数位人民币 其实就是由中国洋行 去发行的 其实比特币 它是有 其实它是有个发行的代称 其实它叫做中本聪 比特币的代称 就是因为金融战争之后 让真本聪有这个概念之后 比特币才会诞生的 比特币它就是它 它是用利用技术 它总量已经先被固定好了 它是用智能合约 这个应该也剩吧 无上限 对 它就是自己 如果说要发多少的话 就要发多少 它就是固定之后 两千一百万个 然后每年透过它自己的 发行机制 可能会越来越少 所以因此有人说 它可能是数位黄金 对 然后它的信用 很简单就是 中国证书做背书 但是比特币的信用 大家其实基本上是用 社群的共识 就是有人要买 它才有存在的意义 有人认同它才有意义 对 就是大家像前阵子 因为美元就是垄断 其实也很多人说 比特币就是可以当作 数位黄金这一说 但其实在上个 3月12的时候 它也历经了一波大跌 就是跟着黄金 甚至比黄金还要更惨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对 它刚刚算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却又因为这个社群的共识 但却让它往下跌 所以这也是一件 很神奇的事情 那数位人民币它发行 它的权利就是 人人都必须要接受它 我是没办法拒绝你 付给我这个DCEP的 那比特币的话 因为它目前只是 光靠了大家的社群共识 所以其实如果说 我今天要买一个可能 我买 主持人身上的耳黄 我觉得很漂亮 但我想要付比特币给你 这件事情 我可以说不 对 你可以说不要 甚至是它目前的价格 是可能会瞬间往上 对 你可能突然有一天 它就突然到两万枚 因为它没有任何时间 国家 地区的限制 它可能 它涨这么多 那我要 我要 对 那它也可能突然就 瞬间就归零了 所以说其实大家目前 对它 对比特币来说 可能通常都是把它认定 当作一个炒作的投机商品 对 这波也涨蛮多的 那以价值 长远的价值来看 哪一个会比较有价值 我个人 我们个人年轻时代 可能会选择是比特币这一块 对 因为数位人民币 它基本上就是锚定了 它的中国政府 发行的一个价值 所以它就是固定价格在那里 那比特币就是有涨跌 我们认为它目前 还没有到一个泡沫的阶段 它目前是还有可以发展空间的 OK 这个就反正跟人民币价值 会是相等的 这个是比较有想象中空间的 对 好 我们待会来聊 这个行情最近变化很大 那到底发行这个数位货币 对中国的经济会发生哪些影响 就你怎么观察 对它的整个产业结构来讲 其实影响不会到太大 因为你发行这些法币 基本上只有在中国境内不能拒绝 在中国境外我们是可以拒绝的 所以它基本上在这些用 你都只能在境内去推行这些货币政策 但是中国说你的整个产业结构 比如说你的民间消费 你还是得慢慢成长 甚至经过疫情以后 还受了蛮大的伤害 要再站起来 也是需要时间 那你的进出口 你就是靠国外 国外想要买什么或要进什么 你基本上还是要看国外的运作模式 所以只要国外的消费行为 或是说整个进出口 全球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 你中国产业结构不可能改变 对 所以我认为说 你发行这个数位法币 在政治的意涵 其实是比较高的 但是对于实质的经济来讲 我认为说影响反而相对比较小 因为大家觉得更方便使用 或是其他国家一起 后来觉得不错一起来用 不会 我觉得这难度很高 因为你看你给你一张人民币 给你一张美元 你可能都觉得美元还比较方便 风险比较少 价差比较小 如果你要换成虚拟的人民币 我要先下载那个APP才能用 而且是说我进中国境内才能用 我出中国以后 可能便利性完全抵不上美元 我去非洲随便一个小国 或一个阿里布达的地方 我可能拿美元钞票 人家也是会认的 可是你看后来在这个世界各国 很多地方支付宝都可以用 因为他们消费力道太大了 对 那个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说过 我如果是外国人 我不是跟中国无关的国籍的人 或是我跟中国的贸易 没有相关的人 其实我就不见得需要 所以你觉得政治上 意义比他们的经济影响大 方如你怎么看 其实过去10到20年 这个人民币离岸要国际化 要出海 或者是要取代美元的霸权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不能说那么的成功 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是 如果透过CBDC跟DCEP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行 然后如果人民币未来在 中国境外 能够有更多的人来认同 有这个认同跟有这个共识 其实我想这个应该是 目前人行的一个 主要的目标在这里 那关键就是 在大陆里面 现在所有中国人 14亿人用支付宝 跟用微信支付 已经非常的方便了 所有人都有这两个APP 也都用这两个来做 这么多的 这么庞大的金流 跟交易的一个规模 那现在反而是 中国以外的这个各个国家 在过去的5到10年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 电子支付跟手机支付 没有那么的发达 那是不是未来 在中国境外 也可以用DCEP跟CBDC 这样子的一个 手机支付的一个方式 来达到人民币 出海跟国际化的一个目标 我想这个应该是 大陆政府目前考量的一个关键 OK 好 就是要看国内推行的怎么样 那到底中国 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特别在亮这张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中国的这个背后的盘算 有什么 好 郁中美一起来看 它更轻易的操控货币的数量 其实我们会看一下这几个里面 重点是监控 监控 监控 监制 对 好 然后这个要对抗美元 对 然后阔际渗透监控全世界 对 就是要监控 这个就是我认为它一定会做 而且也秘密在做 它不见得要跟对外公开 因为它现在什么都监控 所以我们刚讲说 如果要让每个人 甚至到海外的人 都用所谓的数位人民币来消费 那不是它要的 它不要这个 因为我们都有支付宝 出去有一年 那我海外 我有很多很多 可以这个人民币兑换跟清算的 对 所以它要的就是这些 也就是说 你把中国的政策 都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个背后的盘算 才是它要做的 我可以轻易 我可以非常清楚 在整个这个习大大的办公室 或它的整个操纵里头 我可以知道说 我们现在实体的人民币总量是多少 然后所有的外币美元 在中国大陆境内 跟我们海外的总共有多少 那我们海外的 我们有些实际上是虚拟的 比如说我要去澳洲 然后我要去美国 我要去加拿大 甚至刚刚我们讲到伊朗 然后跟北韩 那我也可以用所谓的虚拟货币 来跟它做建制一些合作的机制 所以这个就是我内部 我内部的话 我可以监控人民 就是你们里头有很多的大户 大这个所谓的红二代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要发行IPO很多的 因为每一笔都有电子记录 对都有记录 就是说这些只要在中国境内的 那我可以监控 那你境外的有转换 我也可以监控 所以监控才是它要的 然后所以你洗钱洗到海外去 这次那个孙力军 不是被人家弄下来吗 你以为孙力军弄下来的 只有什么武汉这个P4实验室的资料 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事 他在澳洲被查出来说 他的七小有几百亿人民币 那我如果用这个机制的话 我以前这些人在洗钱 都要透过什么VBI 巴拿马 然后爱格蒙或什么 再来查 对不对 那我们还要拜托这些人 不必 我现在的虚拟的市场 我全部都可以自己操控 所以我甚至把你们转换出来的美元 我都可以废掉 没有关系 所以这些才是 钱制 然后控制这些 大户控制你们对美元的兑换 这些才是我要的 所以为什么五眼联盟要组成 因为五眼联盟就是要对付中国 背后盘算的这些货币战争 所以它其实像这一波如果 苏困的话可以规定说 人民你要买什么东西 它也可以限制 电子钱包都可以 对没错 这个虚拟货币只用来买 譬如说买猪肉 买民生必需品 你就只能够 这是对人民来讲 是钳制力道更强的 对 中国在做 而它所谓的内部的统战 跟对外的战略 对付美国 对付美帝 这才是它要的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待 中国在背后所做的一些 货币的发行的行为 OK 好 谢谢玉珍 所以现在说这个 万一虚拟货币越来越盛行的话 是不是大家开始要囤一些实体了 比如说黄金啊 这些等等的 美元的地位真的会受到冲击吗 我们先进广告 好 我们看到在结果疫情之下 这个美国联准会是不断的印钞票 无限QE在救经济 也使得大家看到这个美元 几乎是这个洪流 是淹没了全世界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刚才讨论过 中国在推这个数位人民币 那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罗杰斯也说过 美元终将会奔向末日 这一波的 新一波的货币战争 是不是已经开始要开打了 我们请现场来宾 帮我们举牌 你觉得是不是现在 正在要开打了 是 一半一半 三比二 一半一半 就举的这个罪 你举的好快 你觉得没有 不会 为什么 不会 因为我比如说 我们货币战争要开打 第一个你要有对手 对 你要有对手 对 如果没有对手的话 就打不起 现在第一名当然是这个 还是美元老大哥 对 对手 中国不算对手 比如说 在国际上来讲 他的流通量差距 真的是还是很大 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是国际清算银行 他每隔一段时间 就把全球的货币 不管是货币对 或是你电子化 或实体的货币 还有进出口 各式各样 所有全球的钱在哪里流通 他就做个统计 那要我把它从2010年 2013 2016 2019 大概就这十年之间 每隔三年就做到出来一段时间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你要产生货币战争 你要有对手 你看这是人民币 人民币在2010年 全球流通量 大概是0.9% 总量是200 因为货币是一买一卖 所以100 100是200% 然后到了2013年 成长到2.2% 我们来看一下 到2016年 他成长到4.0% 4.0% 对 到去年2019年 成长到4.3% 也就是说 大概经过9年 10年的时间 而且我们大概说 习近平宣布说 无限自任期以前 大概应该是中国 国力或经济 最巅峰的状况 接下来他宣布任期以后 或是跟人家握手以后 就开始走下坡的情况 那我们说 美元在这 对 美元在这里 美元大家都还是在80几% 不动身色 这10年 人民币有成长的时候 0.9% 大概可能成长到4.3% 我说总额是200% 所以其实你看人民币的成长 真的是很慢 明年有四年三 也成长三四倍 对 那是因为你基期很低 你看美元跟欧元 欧元用的比较少了 从39%到33% 欧元掉下来 欧元掉比较多 掉到31% 比较少了 对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日币也掉下来 对啊 但日币也还有十几%左右 所以我们说 你看人民币这个爬 这个速度 我看大概还要爬一个世纪 你要挑战着我们说 这些美元的使用 欧元甚至不要说到日币 甚至到银榜 连澳币可能都比不过 甚至连瑞士法 你看都比他多 就说一个世纪 人民币都不可能打败美金 真的啦 除非有外星人来 这个世纪很久耶 除非有外星人来 那不然我就觉得 那个难度很高 因为货币流通是 你必须要让全世界 一起用你的货币 这个我说的 这个难度必须要很高 第一个你 军事政治啊 或经济啊 科技 各种综合实力 你要完全超越 并不是说 你都单独拼一项 项目领先就可以了 何况也还没有领先 所以Joe 你现在大部分的货币 是放什么 我们当时放美元 放一些台币 在台湾也是要放一些台币 我放美元很多年了 对对 他说一世纪打败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我一开始 也是跟Joe一样 就是no啦 那可是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说 中国其实他一直 在做这样的事情嘛 所以你不能说 他完全没有在做 所谓货币战胜 这样的动作 他其实都在铺这个局 所以我会变成说 no 可是我的答案就是说 他想做 可是他差距太大了 他的美元 他要做的话 这件事情还早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那个国际信用 是货币的 国际货币通用的基础 那现在这个 武汉肺炎疫情一来 哇 这国际信用还得了 这个每个 连非洲都要跟他翻脸了 然后他这个 一带一路 这个病毒一定会跑到 一带一路的国家 扩散出去的 所以这个问题还很大 那第三个就是Rogers 其实我大概十几年来 我看他真的是太魅忠了 所以我对于他的 判断我会比较保留 OK 余晨你怎么看 我是认为他一定会做 很想做 所以他现在不断的 一个世纪又打败不了 对 当然啦 这个是说你要取代美元 甚至变成一个 因为亚币一直都是他的一个梦想 就是说我干嘛要受到美国 这样的一个控制 而且他自己也很清楚 中国大陆的这些贪官污吏 他们钱换 手上的是什么 美金 他们也不会手上囤放人民币 所以当然如果说要打败美元 那当然要一世纪 可是他现在要建立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呢 它是跳脱过实体的 所以我常常会讲说 他的这些虚拟货币 他一直在做 那甚至呢 所以他打一个美国 还不擅长的战争 对 在虚拟这一块 对 然后去找他的联盟 去找跟他愿意合作的联盟来做 中国大陆内部的那种 所谓大国意识多强啊 所以他认为没问题 是可以做的 老美算啥东西啊 所以货币战争 我们这一代感觉 让听起来不用那么的担心 其实这样的意思吗 下一代要很紧张 所以完全同意刚刚就讲的 如果在纸钞的时代 再用一个世纪 两个世纪 人民币还是 或所有的这个 国家的货币 都没有办法超越美元 可是我们现在来到一个 数位转型 跟一个手机支付 跟进行金流的一个 新的时代来 特别是在这一波的疫情之后 所有人都更关注 包括零接触的商计啊 其实都现在 非常夯的一些话题 2020扭转了很多事情 纸钞这件事情 硬币的时代 当然没有人可以超越美元 那如果到了 现在手机的时代 现在一个新科技 区块链加加密货币的 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或许 中国在过去的 5到10年 这样子的一个 手机支付的一个 成功经验之上 能不能够让人民币 能够出海 然后对抗美元的一个霸权 我觉得这个是 值得长期观察的 你觉得是有机会的 透过数位货币这一块 对 所以刚刚举到一个例子就是 如果今天是两个非洲人 然后他在星巴威 我在索马利亚 我们两个国家的法币 其实都是非常弱势的 然后通膨非常大的 过去我们也都是用 一张美金 两张美金来做交易 跟金流支付 那未来是不是两个人 拿两只手机 它非常方便的 用两个APP碰一下 然后就是用人民币 来完成这个计价 跟交易的行为呢 这个是我们觉得可以预期得到的 OK 就是它的方便性会 是占上风的一个原因 66 对 我个人目前也是就是觉得 它是可能会掀起一波 货币战争 但是可能就是 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纪 那因为它一个货币 它其实主要的地位 主要是就是它国家的信用 还有整体全世界的经济 那其实如果说看DCEP的话 它目前只是想要取代M0而已 就是它想要取代流通的纸币 那但是到未来的话 其实还很难说 像现在目前中国发行的DCEP 还有我们目前各国家 可能都想要发行自己的CBDC 来说的话 它其实都是想 自己的数位货币 对 它都是想要 其实想要开始重整一些 他们过去的一些 旧的货币体系 想要翻新 那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 可能就是算是在见证一个货币体系 翻新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区块链圈里面 可能就是比较常玩一些虚拟货币 但其实我们最主要拿的币 可能都还是以美元做背书的USD题 对 就是因为你像比特币 它的价值是会浮动非常大的 当然当然 我们其实做任何 那个只剩大家投资不得一小块 对 但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交易的时候 都还是会需要一个稳定的东西 来作为媒介 这样才是对大家来说才是方便的 目前这个最大的媒介 还是依靠美元 但是我们其实也还是蛮期待 就是CBDC或各国CBDC跟DCEP 可以掀起不一样的新浪潮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币 现在这几年做了哪些事情 想要赶快把它的国际地位提升 Joe 其实这几年我们说中国 它做了很多的政策 包含比如说 它也蛮多成员 或是说蛮多领导人也加入IMF 希望去改变IF 能够提升对他们货币的影响力 甚至还有想办法一些原有 跟俄罗斯跟伊朗 做交易的时候 希望清算货币可以换成人民币 这些也都有 甚至说跟其他一些一带一路的国家 他也希望透过提高人民币的实体的交易 但我说的那个量 其实规模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小 而且他去推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所以目前来看 后来又陆陆续续 就我观察陆陆续又回到美元了 我们刚才举一个国际清算银行的例子 是因为它已经计算那个量是非常多年 而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换句话说你几乎要去改变那个系统 它的困难度是很高 你很难让大家一起瞬间做改变 甚至我们说了 其实像我记得前几年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MSCI要纳入中国股市 我知道台湾很多人投资中国股市 搞不好MSCI把中国股票纳进去以后 权重人民币都会提升 但是你看真的纳入以后 不要说人民币没有明显的涨势 或者是使用率变高 连A股中国股市都 反应都没有往下反应 都还没有往上反应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说你要去推这些政策 就是说你中国你只要政府要推行任何 我们说不管是货币 政治相关这些政策 你大概在中国境内 我相信那个实施效率 成功率非常的高 是没有问题 甚至我说你如果要用那个数位人民币 要踢掉港币搞不好都有机会 甚至腾讯或是支付宝 你要踢掉没有问题 我只要一生命下 因为我不是都拥有支付宝 或是微信 阿里巴巴的股权都有 我要直接换 甚至都没有问题 我说你要推 所以你觉得他只能在境内 对境内可以 你只要超出中国以外的地区 你几乎推不起来 所以你要在中国境内搞货币战争 可以人民币一定赢 不管是世卫还是纸钞都一定赢 但是你跳过中国境外 那就很困难 OK好 就你本身也是这个外汇专家 你会觉得 那你现在看到这些币值 大家怎么样布局比较好呢 人民币的汇率 你又是怎么看的 因为台湾持有人民币的人 也非常之多 对我还是比较建议说 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讲 尤其是台湾人 台湾人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知道 美元对台币其实长期 他就是汇率就20 跟正常30 对 上下加减的10% 今年新台币真的很强 全世界最强 第一名日币再就新台币 对因为台股很强 你要买台股 一定要买台币 不然你怎么买 对不对 所以我说外国人 他也是会很看好 一定程度看好台币的状况 那我说了美元对台币的好处是 台湾的美元跟台币 那个汇率大概就30 上下波动 我们就加减10%差不多 你大概我们 这是2000年以来 你大概就是27到33之前 浮动是一个 比率最高的情况 所以其实满适合台湾人 就是说你持有美元 跟台币双货币 算是还相对比较OK的状况 就是你真的有汇差货 就因为我们希望持有货币 就是资产波动比较太大 所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还是比一个比较好 反而人民币 我就比较没有一个建议的状况 因为我们必须说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他在走下坡 应该不管他有没有承认 我们不管中国有没有承认 应该这是事实的 而且我们说经过这波疫情以后 其实他走下坡的情况 应该至少 你说一两年内要恢复到疫情之前 那个困难度 我认为是比较困难的 何况现在它下还有 蝗虫灾还没有爆发 粮灾 然后还有一些 不过大陆股市很强 对 机器很低 就跌到地板了 大概也不会再跌到地下室 对 但是你要其他大涨也很困难 但是我们意思是说 所以你建议大家人民币 我认为说它风险还是很大 因为你对中国政府来讲 如果我的进出口没有很强 我要保持经济相对不要衰退那么快 最好还是货币贬值 因为你货币贬个10% 你出口一样的量就是 所以你觉得会继续再走变 对 继续就是涨10%的概念 所以我说了 你维持货币相对比较弱势 它还是一个比较理想 不要跌太快 你就慢慢这样往上跑的概念 其实就OK了 而且你不要看国际美元 好像印很多钞票 我们说这是美元对人民币 你看经过这波疫情以后 联储会印很多钞票 结果涨的是什么 美元指数 还涨到近几年来的最高的情况 话说联储会虽然印很多美元 但市场需要的美元更多 你印的量还不够 因为市场很动荡 美元的避险的位置 老大哥的地位还是很恐怖 你看各国央行 他还是想要去换 有问题 他还是想要持有美债跟美元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说美元的效益还是会比人民币 达一个好一点 但你在中国境内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另当别论 刚刚讲到另外一个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是比特币 比特币这一波已经涨到9300美金了 接下来又是另外一个大家在关注的亮点 因为这好像是4年一次 这个奖励减半 奖励减半 挖矿奖励减半 造成大家又开始认为可能会比特币再次大涨 这什么逻辑 我们请方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特币即将挑战1万美金 比特币原来的起伤点是多少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2009年 比特币被发明出来之后 在2012年13年 209年是多少钱 我们那个时候历经的是一个 用三个比特币去买一块披萨的年代 所以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持有很多的比特币 或你透过你的伺服器的算力 来持有比特币的话 如果持有到今天 这个是已经找到 三个比特币换一个披萨 一个披萨 现在是 现在中间来到了2015到2016年 这个阶段就是 在1000美金以下 1617之后就是 它就跟变得新的女朋友一样 就回不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之后来到 将近2万美元的大关 2万美元在2018年到2019年 其实它有来到一个 比较盘整跟低谷的阶段 最终中间也来到 大概3000多美金 到了今年疫情之前 也回到13000的一个相对的高点 相对高点又跌下来 来到大概5000多 最近就是因为这个减半的 这样子一个效应 我们看到它又从5000多起涨 来到了9300 我最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因为很怕一睡觉起来 它就破万了 你又赚了 没有 我们就是持有一些小点 这个减半的效应 为什么比特币就会往上走呢 所以就是第一个是 它刚刚就有提到 它总额就是2100万颗不变 所以它之后再用伺服器 跟用算力来挖矿的 这个难度会增加 奖励又减少 所以变成供给减少 对 供给减少 逻辑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还有就是 现在其实全世界持有 虚拟货币的人 其实不算多 大概就四五千万人 如果比特币跟这些虚拟货币 未来能够吸引更多的 不管是愿意持有的人 或者是愿意投机的人进来的话 其实我们都看到 其实它还是在一个 四五千万人的一个相对的低点 所以你觉得 这一波会破一万美金 我觉得就是睡一觉起来的 一个可能的状况 台湾投资比特币的人多吗 可能没有非正式统计 不过应该是有数十万人之多 数十万人也在投资个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你看被抓被取缔的也一大堆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所以很多虚拟货有这个 它就我们讲叫空气币 所以我建议就是 很多投资人 他不要去买这些小的币种 那BTC跟ETH 我们讲比特币跟以太坊 它是有一个全世界的 一个共识的机制 就我刚刚提到 这四五千万人 现在right now都认可 比特币有九千三百美元 一颗的价值 大家之前会去投资的比特币 其实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觉得这波疫情 让整个经济体系感觉是摇摇欲坠 所以投资这些都被认为是比较避嫌的一些工具 另外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买更多就是黄金 实体的黄金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虚拟货币这些 可能都是未来的趋势 实体的黄金有需要在这个阶段开始准备投资吗 其实我认为说如果以黄金来讲 只要通过膨胀是温和上涨的 它还是有一定的效益 对因为虽然它跟比特币我们说 它是在一个虚拟的情况 跟它系统比较不同 但是其实黄金各国亚行都还是持有 而且它还是拿来背书 发行全球的货币的系统 所以我认为说黄金它也是 不会到太差的情况 对而且 因为最近很多中国的 蛮多人在囤黄金的 对但是黄金它很吃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我说 在过去历史上 大概通货膨胀要够强 你通货膨胀如果很强 就是我们说二性通膨 那种时代的话 黄金跟白银的效果会比较好 甚至还有靶金这些金属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说通货膨胀 没有办法拉上来的话 其实我说的就是 你要黄金出现一个明显的涨势 它也有风险 你看那个20 我记得2011年以前 很多亚航买了很多黄金 那黄金飙涨到一块1900美元 就后来你看到黄金 央行买很多 结果后来跌到1300 亚航也是会套牢的 并不是说不会 所以我说你还是要 需要很吃通货膨胀的情况 那今年其实有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油价 其实跌满低的 那油价跌很低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等到明年 现在比如说今年一二三月 四月油价跌很低 那你到明年一二三月 四月的时候 明年的通货膨胀是跟青年的同期相比 今年的标准 我们说油价可能掉到10块20块 这样的低水平 那你等到明年 你如果油价来一个 比如说来个五六十 那你的油价是不是涨了两三倍 你就有机会把通货膨胀 明显拉抬上来 那这个黄金其实是有机会 有利于黄金的 我认为 所以说现在买明年来卖掉 你在讲波段超转 我是说如果你是看好 通货膨胀的发展的话 这个黄金我认为 它是不会到太差 这波它已经涨上来了 我觉得 因为现在 我觉得尤其是这一波的疫情 过去大家都认为说 黄金有那种逃难 或战争的状况 那这一波其实 大家都是封城 都是封闭 然后你黄金 真的 你说OK 我也不是要逃难到哪里去 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我不认为他还有机会再继续 我记得当时黄金飙涨到1900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财政部长刘亦如 也就是变成大家喊他是黄金女王 然后杂志用这个喊到3000 结果大家就发现说 哇每次杂志开始喊的时候 然后那就是根本就是 一个假议题的时候 所以后来也就是这样子往下跌了 那我自己比较不认为说 这个时候 黄金到明年还有一波大幅的涨势 从1300到将近现在1700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蛮大的涨幅了 OK 好 加密货币现在在这个韩国 不管是北韩跟南韩 也成为大家热烈讨论一个话题 到底这里面的Mega是什么呢 我们待会回头来帮你解密 好 最近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 也受到触摸 主要它是可以在这个台面下来交易 也具有一些隐秘性 所以被拿来当作秘密的一些支付工具 像前一次大家可能蛮熟这个新闻 这个是在韩国引发非常多争议 很多人看得非常生气的 这个恩浩房事件 就是透过所谓的门罗币来交易 门罗币在台湾可能大家觉得 没有什么听过 在韩国很红吗 66 对 币圈的新宠 门罗币 对 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可能一般听到的加密货币都是 可能像刚刚Jer讲到的比特币 或是以太币 对 其实门罗币它是在2014年创建的 比特币是2009 1月 1月创立的 但它其实在2008就发表它的论文 对 它的用户年龄会比比特币年轻 是因为在技术层面上 大家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 听到加密货币就觉得 好像就是可以拿来洗钱做坏事的 你们觉得好像用加密货币 就查不到是谁把钱转过去 或是谁拿到那笔钱 但其实门罗币才是 真的做不到这件事情的人 其实BTC或是ETH 他们都有一个 类似浏览器 或是你想要去查询 会有一个网址 像BTC叫BTC.com 这是什么 你点进去之后 你所有 譬如说我今天 就是把一颗比特币转账给你 那你就会收到吗 这笔账是全世界所有的人 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但门罗币它的发行机制都比较特别 是看不到是谁传给谁的 然后它的金额也看不到 那N号房的事件它其实就是 它总共就是做坏事 所以它也会希望就是没有人可以查到它 是怎么样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得这些钱的 但是其实在使用门罗币之前 它还是有使用比特币的 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暗网 一般人可能很少听说到 其实它就是叫做Undertable的台面下交易 可能从事性交易 或者是毒品 洗钱 犯法的那些事情 对就是光明面底下 总会有人可能做一些坏事 对所以就是才说的就是暗网事迹这边 推荐会员以门罗币作为付款的媒介 就是因为它查不到 当时N号房事件 他们是怎么用这个进行的 他们最开始的时候BTC 然后后来其实N号房它其实有 不止一位就是祖贤 它其实是有分成三个阶段 一二三 然后一二那一部分应该就是用BTC 然后到后来是用门罗币 它的交易方式其实就是 它请你先去买门罗币 然后它有定价20万40万60万 提供给你不一样的性交易的一些房子 就是做坏坏的事 以门罗币作为支付的媒介 付给它 它收到钱之后 它可能邀请你进去到一个 在加密世界也很常听到的 叫做Telegram 像是我们一般人都是用Line 对 这一个软件 这个现在也蛮多人在用 叫做Telegram 透过门罗币买卖之后 把那个付款的人邀请到这个群组里面 对 就在那边讨论怎么做坏事 对 然后也真的做了那些坏事 大致上是这样 所以才会这么多暗网的人 会喜欢门罗币 所以台湾持有加密货币的人多吗 只是还是小众 对 那可能被骗的人更多吧 被骗的人 对被骗的人更多 因为大家其实都不了解 虚拟货币是什么 对 好 了解溜溜 我们现在就来聊聊 因为这个 最近可能大家看到很多广告推文说 虚拟货币 大家看到这好像是很夯啊 是一个货币新虫啊 也看到这比特币涨很多啊 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些广告说 宅在家里 用虚拟货币 这个滑一滑手机 一键在手你就可以赚钱 这个其实大部分都是在骗人的 有哪些诈骗的方法 观众朋友要看清楚了 最近这个领索困已经不是很方便了 不要再把你的钱拿去被骗掉了 好 我们请放入跟大家讲 常常看到的一些骗局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以虚拟通货为名的这些骗局 第一个通常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它会告诉你在几个月之内 你可以有两倍 三倍 甚至五倍 十倍的一个报酬 那这些骗局的诈骗的话数 其实就百百种 可是它核心就会告诉你说 你只要几个月 我就可以有几倍的资金的 这个报酬率给到你了 在大陆其实有很多 这些币圈的大佬 他们会为一些新的空气币 或者是新的ICO来站台 因为这些币圈的大佬 它在社群里面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它可能有三万 五万 甚至十几二十万的一些粉丝 所以这些币圈的大佬 它来站台之后 它就可以帮这个新的币 吸引到很多新的投资人进来 台湾其实这样子的 一个名人旗号的骗局是比较少的 所以看到这个什么币圈大佬 也要小心 对 所以这个是在大陆发生比较多的 在过去两到三年这样空气币泛滥的一个现象 那什么叫虚拟宠物 虚拟宠物就是现在有很多 我刚刚讲到的空气币 它用各种不管是游戏的方式 或者是挖矿的方式 它同样来吸引你 把你手中的新台币 然后来投资这样子 养这样子的虚拟的宠物 或来投资这样挖矿 有 就是在过去我们有看到 蛮多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的集团 然后最近其实也都陆续有被警方来破获 包括东南亚有一些这样子的博弈 它就是用 在游戏当中你取得了这些红利的点数 或者是积分 然后用这样子的红利的点数跟积分 来交换成虚拟通货 然后虚拟通货再换回你的法币 其实在东南亚我们也看到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OK 好 这个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个最基本的 如果这个发行也跟你讲说 这是什么什么 可以保证获利 保证这个保本 其实基本上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话术的时候 里面的细节我听都不想听 因为我觉得它百分之百 不是百分之九 百分之百 我就认定它是诈骗的 哪有这么好康的情绪派坦 大家赚钱都很辛苦 好 大家看看国家级的玩家是谁 是他吗 他也在玩家命货币吗 他真的是国家级的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那种小型的 比如说像我参加过几场什么宠物币 植物币 宠物币就是说如果你是养宠物的 你一个月可能现在要花费 没有玩 对没有 就是他们是开那个类似招商说明会 所以类似像这种单向的 宠物也是这个样子 可是对一个国家来说 对一个国家级的人物来说 其实这位到现在生死未卜的金正恩 其实他才是虚拟货币最大的玩家 大家现在还不确定 那个到底是真的还假 那个也好像不像 到底是真人还假人 那个梅亚不太像 很多的样子也不太像 现在传出来说 其实北朝鲜它持有的加密货币 有高达6.7亿美元 到底是真实的多少 这个币到底叫比特币 还是门罗币 还是以太币 不知道 你看这阵子就因为大家担心 金正恩的连身体健康都会影响到这些虚拟货币的价格 比如说他健康出问题了 他过世了 那可能就会暴跌 那结果后来说 没有 他还活着 所以这些所谓北韩的加密货币 不会受到抛售或是有一些 他持有的目的可能会变更的影响 北韩很厉害的是用网路 那网路攻击哪里 网路攻击医院 因为医院有钱攻击银行 然后很多的金融机构 那我去你们的金融机构 我去把你的害进去之后 然后我把你的货币平台给挖过来 我这个跟很多的地方一开通 咻咻咻 钱就进到我的帐上 美国财政部曾经以协助北朝鲜 害取加密货币 然后制裁中国骇客 所以北韩你看得出来 他就是跟中国站在一块的 那北韩会这样子玩虚拟货币 加密货币 那中国玩更大 所以这些东西我相信 怎么样会变成国际化 或是说变成所谓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可以通用 这是他们要走的一个目标 OK好 谢谢余辰 我们今天这个虚实趴 请问大家做参考 那这个目前 这个整个数位货币的战争 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密切来关注 下个礼拜财经周末趴 再次就您来开趴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